佛陀的心头 从祂的身体 从祂的念头 统统显示出来了 所以 光色 香气 无不为妙 那么怎么来的呢 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由于尊重 尊敬别人 重视神明 供养一切 有情众生 我们讲 有意识的 有见闻觉知的 这些种子 要常常有 不识供养的心 能力没有 不要紧 心 不能没有 遇到 应当帮助的 这个机会 不要放空 抓住机会 尽心尽力 去帮助别人 自他是一 不是二 帮助别人 才是真正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 不肯帮助别人 那的确是伤害自己 你了解 你了解四十真相 你全都明白了 教人不均 这是理他 你说我不会 教人 教人念一句 阿弥陀佛 应该没问题 劝导人 做一个好人 这也没问题 多听经 慢慢的 全都明白了 明白人 齐心动念 阴雨造作 全都是好死 好人好死 这就是 断无修善 积累功德 累积多了 不必到来生 今生就收到果报 累积太多了 今生的报 花报 像植物 掀开花 花开得很美 来世的果报 一定非常丰盛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这是真理 佛经上讲得非常透彻 记得再次